你好 请出示整件 我是人事部经理 今天有个紧急会议 从总部赶过来 证件忘带了 没有整件不能解 这样 我先进去开会 我开完会再跟你说什么 那不幸 如果说每个人都说是这儿的硬刀 那我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让你 你这个人怎么一根筋啊 我都说了我是人事部的 你知道人事部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 知道你还烂 不是我烂 这是我们的几个公司 听我们过来呢 就是为了安全 如果说站在直直白时的话呢 还不如买两个发贷水 有好看也不用发贷水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你就得走人 你要真是认识不了 我写 但如果我在这一分钟 我就要站好一分钟的账 陈总好 叶经理 怎么了这是 陈总 我这不着急开会吗 证件忘带了 他不让进 带飞 这位是人事部的业经理 我们要开几个会议 让静儿 你你进去吧 哎呦 你妈 挺豪轰的哈 等我开完会 咱们好好聊一聊 哈哈哈哈哈哈 领导好 你叫呆飞对吗 是 可以啊你 嗯 工作挺认真的嘛 嗯 这是我们的原则 原则问题不能放 行 既然你工作那么认真 刚好这件事情不要动 你做做礼吧 还有什么 领导我感觉我不能承认这个 我是通知你 不是去扔你意见的 领导我 你现在去办黑胶约手术 下午我来上班 拜拜 飞哥 你来干啥 血 好看 你还不整唱 真唱 真唱 我这个 来看看你嘛 好好 话说 想当年 我在这儿 你在这儿 后来咱俩都在这儿 现在咱在这儿了 你现在是人事部的红人 拜拜剃了 你牙活都扁灰了 抓那个不习惯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对呀 你到底找我啥事 我 也没啥事 我就是想找你帮些小忙 帮什么 我有一个表妹 要找个工作 我正好看到咱们人事部在招聘 对呀 在招聘啊 你让个表妹过来 把面试都可以了呀 我知道 我这不是面试那么多钱 想着 就一个人呗 那这个肯定在根据程序中 如果他确实优秀 那公司肯定会把他留下来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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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啥 啊 我从哪儿讲 那个特程 非常特的一种 你尝尝呗 我搞什么 你这种行为 可以掰平一个五指的搞官 但是你搞定不了一个政治报案 你拿走 你现在不是 不是保安吗 我不是保安 但是 他倒立是一样 你这种行为很不好 你让他表妹过来 跟你去称秀 这个东西你拿走 我靠 我靠 还挺胃的 我们聊得差不多了 饭下干好了 要不 你先吃饭 然后把核东抢 我呢 时间比较紧 千万核东就得走了 这样 先把核东领出来 我们 到食堂随便对付两个就可以了 哎呀 没事没事 啊 喂 好的 行你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嗯 好 站住 怎么了 你是哪个部门人 我是 信了 我不管你是哪个部门人 你这是什么行为 你这是浪费你知道吗 不省烦不省财 情间节约从缠桌做起 你这我 不是 兄弟 我有事儿 我赶着走我吃不了了 吃不了你打那么多干啥 不是 我我 你中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农村类 你知道这粮食烂流多不容易吗 从耿底到博总到咬醉宅到收贾 这美丽粮食都是咱农民喊谁啊 就这么被你找他了 我 你不是啥你不是 啊 王总 怎么了这是 哦 没事 这位兄弟啊 正在教育我呢 啊 戴飞 什么情况 他他他浪费量 闭嘴 王总 他人具根筋 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没事 你先下去 戴飞 你说你都干了什么事啊 他干了什么 他什么很重要的客户 你说 他万一不高兴了 不跟我们合作 这损失多大 担得起吗 嗯 我差点不行 但是他拿个量子也不行 你还说 本来叶经理 关掉的人事部 我还挺看好你的 可现在看来 就这一根筋的性格 更适合在我们的保安局 展望安全 展望安全 那我也不想把你 你 陈总 您又让他飞下去做保安了 你说什么 就他这一根筋的性格 今天吐出这个事 明天 他又不知道吐出什么事来的 我刚刚跟客户通过电话了 客户没生他气 而且还夸他呢 嗯 说他敢说敢做 只不过做事不够圆滑滑滑了 他人呢 虽然正直 可是就他这个性格 目前还不适合做很重要的工作 脾气啊 还得磨一磨 否则 早晚出事儿 您说的也对 那就让他继续在下面前干你吧 行了 一切安排吧 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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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事儿 咋回事儿 你看不出来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你不是人是不是都 红人吗 突然轰起来的人 他都轰不了台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下来了 哈哈哈哈 我那个人特材你还要不 炸好你的钢 哈哈哈哈 这是啥 咱俩现在都 一样 嘿嘿 炸好你的钢 哈哈哈哈 你别笑 你好 请出事证件 嗯 以前也没查证件呢 那是以前我不在 请配合我的工作 哈哈哈哈 可以 以后请把证件配带好 谢谢 你好 请出事证件 你是谁呀 你知道我是谁吗 嗯 我管你是谁 公司有规定 没有证件不能解 嘿嘿嘿嘿嘿 你是新来的吧 谁叫你在这占钢 谁让我在这占钢呢 我跟你说 是你们公司的掌中 让我在这占钢呢 把两个说好了 我给他占一台钢 把距离抓好 他把产品 给到我这部严厉分子 哇哦 哎 你是那个把玩呆飞吧 你认识我啊 你认识也没有办法 没有证件不能解 真是一根筋 我跟张总打电话 可以 喂董事长 请问有什么指示 张总 这呆飞是年前过来的吧 呃 是啊 怎么了 这呆飞可以啊 嗯 公司就需要这样的了 在你们谈好的基础上 再跟 起立了 起立了 起立了